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看简答题 这个是历届的简答题的部分 这一题 第一题下列呢 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器官 这个图有没有感觉上似曾相似 这个其实就是我刚 我之前呢 就是看那个课本题的时候 我就讲那个图很重要 有没有 这个图其实就是那个课本的图来的 差不多一样的 只是说他可能那个位置上 会有一些少许不同 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食物进来食物出去 这个A应该是消化系统 然后呢 他进入C的话呢 应该是他营养物质 就会进入血液循环 C的这个系统呢 就是循环系统 再来B的这一边会跟他交换物质 然后呢 跟外界呢 是有气体的交换 气体交换应该是呼吸系统 有没有 然后B就是呼吸系统了 这然后呢 再来汗液的话呢 应该是从皮肤嘛 像Donkey呢 就是那个皮肤了 皮肤 我们会用皮肤 因为他是一个器官 皮肤这个器官 他没有说一个系统 他不算一个系统 所以你会看到D这边 他后面没有写系统 然后F的话呢 他会跟细胞呢 就是交换物质这样子了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血液系统 E的系统呢 会排出尿 所以E是泌尿系统 好 所以ABCDEF呢 我们就差不多都讲解完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 上图呢 过程一 表示气体的扩散 就是他的肺泡 跟那个血液的物质交换 那气体扩散后 我们的血液的成分 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的血液的氧气含量就会增加 二氧化碳含量呢 就会减少 所以呢 血液呢 就会从缺氧血变成了含氧血 OK 系统A呢 是某个器官会分泌出一种 不含消化煤的消化液 胆子咯 只有一个是没有消化煤的消化液 所以这个消化液有什么功能 乳化脂肪的功能 所以这句话你就要知道说 分泌一种不含消化煤的消化液 你就要知道这个是胆子 胆子的功能是乳化脂肪 所以这个虽然乳化脂肪 这个写法好像在新课本没有讲 不过旧课本呢 我们都是这样子来介绍的 胆子可以乳化脂肪 把那个脂肪变成小颗粒 大颗粒脂肪变小颗粒脂肪 你要写大颗粒脂肪变小颗粒脂肪 还是写乳化脂肪 四个字 这个你自己看 如果某人尿液中发现了葡萄糖 那可能胰岛素分泌就不出 这个就是糖尿病 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多态 这个态好像写错 好像是那个月 一个月一个态 多态物质 只可以通过注射 不可以通过口服 为什么呢 因为蛋白质会通过消化系统的时候 就会被胃破坏掉了 所以这个胰岛素呢 蛋白质呢 会被胃酸 或者是胃蛋白酶破坏掉 或者是叫它分解消化掉 所以就不会有 就没有效果了 结构D 结构D在这里皮肤了 结构D呢 在构成生物体的结构层次上 它是属于器官的层次 那结构D有什么功能 有保护功能 有感受 因为它有 有什么呢 冷热痛处压 感受器 调节体温 它会排汗 汗就会帮它带 蒸发细热 就会降温 所以它有调节体温的功能 它有吸收的功能 这个虽然不是很多 人体其实没有什么吸收功能的 吸收什么 吸收紫外线吗 有些学生就讲说 有什么制造维生素D的功能 也算 也算 它其实是吸收了紫外线之后 黑色素那边 主要是黑色素那边 就会制造出那个维生素D 所以要多晒太阳 我们才会有维生素D 有分泌的功能 分泌油脂 分泌汗液 这些都是属于分泌的功能 还有排泄 排汗就是属于排泄的一种 对吧 所以这几个呢 都可以写了 就选一个就好了 看它分数多少分 一般上这样子的话呢 就两分 前面器官就一分 后面你随便挑一个就行 第二题下列呢 是人体循环系统的示意图 那是写出左图结构三 结构三 有结构三 三在这边 三在这边 应该是左心室 对吧 左心室 左心室呢 是将血液送到全身 左心室将含氧血运输到全身 是解释呢 冲氧血变成雀氧血的过程 冲氧血呢 是在那些细胞上啊 去到了组织器官的那些细胞啊 他就会跟他交换了 冲氧血呢 在人体的各细胞内进行气体扩散 使得氧气含量减少 变成了缺氧血 什么是心率 心率呢 是心脏啊 每分钟跳动的次数 一般来讲啊 人体呃 成人在安静的时候啊 每分钟是跳动75次左右啊 75次 是写住右图就是这个血管啊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血管有一个比较厚 有一个薄薄对吗 所以这个厚的应该是动脉咯 P是动脉咯 Q的话呢 除了比较薄以外 他还有那个 你看啊 这个这样子的静脉半来的啦 啊 半膜来的 所以R这个你可以叫他静脉半 Q就是静脉了 他分析了 那个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 他给你这个表就很容易看了 对不对 他要看血管B跟 血管P跟血管Q 他的厚度跟弹性 怎样的一个差别 P的厚度呢 是比较厚的 Q就会比较薄 P因为是动脉 所以他弹性比较大 Q静脉弹性比较小 R的功能是什么 防止血液倒流 这六个字常常考 有没有 一讲到半膜 你就要把这六个字呕出来 所以这个请你记得要讲解 防止血液倒流 李燕同学呢 是一名大学生 学校号召大学生呢 就义务的献血 他主要呢 主动的报了名 报名后呢 他参加了体检 验了血型 那个医生就讲说 哦 你是万能输血者啊 然后最后他就捐了200ml OK 他的血型是什么血型 他是万能输血者 所以他是欧型 如果有一天呢 李燕同学呢 紧急 遇到了紧急的情况 需要输血的话 请问他要输什么血 不用看 他只能接受欧型血 OK 他只能接受欧型血 OK 就这样了 就蛮简单的了 这些都是重点来的 就没有考很冷门的东西了 2015年呢 4月25日 哇 40 11分 这么准啊 尼泊尔发生了 8点一级的地震 这个真的是有发生的 你看啊 他们通常写的时间这么准啊 这真的是有发生过 我还记得我的 我的朋友真的是在这个时候 去到尼泊尔那一边旅行 然后他还讲说 他从楼上跑了下来 然后呢拍照 他就讲 我刚才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整栋楼不见掉了 整栋楼踏了下来 然后呢 最厉害的是 因为他是差不多少数 就是去 这个时候去到尼泊尔旅行的人 他还被很多报社访问了 结果啊 还有马来西亚的报社的问题是什么 他接受了这个报社访问 另外报社看到了之后 也没有通过他同意 把他那个东西 copy过去放在另外一个报社 所以他讲很生气的 这个 马来西亚就很多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明明是讲说 我不是独家跟这个报社访问 这个报社有跟我讲说 我要拿你的东西去贴 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有拍照啊 就讲说这个位置 我刚才睡在这个位置上 空中的那个位置 这个结果整栋楼踏掉 蛮惊险的 很恐怖啊 我那个朋友每次到处乱乱去旅行 这样 OK好 不要聊太远了 那这个是真实真正发生过 尼泊尔发生了八点一级的地震 很多很多踏楼的事件发生了 还好他没有事情了 还好我那个朋友还活着逃了下来 不然整栋楼踏了下来 你逃不及 基本上就是他的 就是埋在里面 好运的话你可以被挖出来 不好运就是死在里面了 这个是在区 在区群众呢 跟全全国的人民 重置层层 全力的 抢救被困的人员 以下呢 为地震中 对伤员的救援和处理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请你根据下图 回答下列的问题 地震发生后 无论是自救还是他救 都必须首先保证哪一个系统的顺利 顺利操作 以满足我们人体对氧气的需求 这里啊 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很奇怪 就如果我要有氧气的话 首先当然是呼吸系统了 对不对 我不可以说呼吸不到嘛 所以呼吸系统第一个 但是如果你讲说血液 我的心脏停止跳动 基本上 我应该也是死吧 对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叙述 变成了我会有两个答案 如果你问我的话呢 呼吸系统也要顾 循环系统也一定要有 这两个一定要 同时 因为 因为如果你有呼吸 但是你的血液那一边没有 没有流动的话呢 其实你也是缺氧而死的 对吧 你的血液流不到全身啊 你的身体的细胞就会开始缺氧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两个东西呢 都是来提供那个氧气的 这两个我个人是觉得两个答案都应该要接受了 然后呢 B呢 就是有些幸存者呢 他长期被困在废墟底下 可能这么巧 他又没有压到他 但是呢 就走不出去了 就门口 出口被堵住 然后呢 就没有被压到 然后呢 里面又没有水了 没有食物 没有水 怎么办呢 他们会选择 引用自己的尿液来维持生命 那这种方法可不可行 这个呢 其实有看过很多书 就是说在 甚至是在荒岛啊 荒岛上啊 也是用这个方法 喝自己的尿 因为尿液里面有水分和无机缘 所以你可以暂时的喝自己的尿来维持生命 补充回那个水分 好过你去喝海水 很多人讲 老师在荒岛上我四面都是水 为什么我们不能喝海水 因为海水的盐分太高 所以如果你长期喝海水的话 你反而会脱水耶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海水也是有水分 没有啊 那个含 含盐量太高 喝尿反而更安全 喝尿反而有 可以补充到水分 喝海水补充不到水分 除非你有特别的装置啦 像有一些煮 弄蒸流水的装置 有些人就是煮那个水 然后呢 让他在 我很像可能有一个什么呢 玻璃这样子 让他预冷变成了 液化了之后呢 又再滴回下来 那你又喝那个蒸流水 那个就OK 好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 没有办法制造到蒸流水的话 你还是喝尿好了 OK 西 西呢 若给 若给这个伤员的静脉 注射药物的话 他药物会首先回到哪一个部分 啊 总之注射的话呢 都是从一号这边进来 所以是右心房 写代号的话呢 就写一号 写名字的话呢 就写右心房 没看你的题目的要求了 啊 所以我两个都写了 我一般上我是两个都写 某O型血型的伤员呢 就是试血过多 需要大量输血 他应该输什么血 O型血不用看 一定是输回O型血 大量输血 其实也不用看 一定是同型血 好 所以这边呢 你可以写O型血 你也可以叫他同型血 对吧 他因为他是O型 同型血也就是O型了 OK 所以有些学生写同型血可以 有些学生写O型血 也就是可以 就一样的意思了 好 地震发生后 灾区呢 就严重缺乏清洁的饮用水 一般情况呢 水源污染最多的是这个大肠杆菌 一种细菌了 那大肠杆菌呢 跟动植物细胞不同的地方呢 是主要是区别于 他没有成型的细胞核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还没有上 我们差不多在出山下车的时候呢 才会再详细的讲解到 大肠杆菌 就是细菌跟其他动植物的差别 细菌的话 细菌的话呢 它是细胞核是没有成型的 它是没有那个核膜了 OK 所以这个是那个圆核生物 我们叫它圆核生物 这个词以前我们会再详细讲到 好 再来看一下第四题 下列呢 是人体消化 呼吸 循环和排泄 所以你看这个图呢 就好像 跟刚才那个图不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啊 它跟这个图呢 是 一样的东西 只是它可能不同的layout 所以到最后呢 它跟这个题型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啊 我们再分析一下 它有什么系统 总之重点在于哪里呢 重点在于你要懂得去分析 到底它哪一个部位是什么 食物进来 这个是消化系统了 对不对 出来是排 排移 四号是排一 就是分辨出来的 那一号的话呢 就是你的营养物资 就会进入B 这个B呢 就是我们血液系统了 循环系统了 对吗 所以这个B呢 是在中间的 那血液性 血液 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 循环系统了 包括零八了 其实 包括零八 我们叫它循环系统就好了 循环系统啊 它有这边的产生尿液的话呢 我们可以讲说 D是泌尿系统了 对 这个是比较难懂啊 这个是汗液 那这个外界的相信应该就是气体了 所以C应该就是那个呼吸系统 那这个五号啊 这一边呢 就是皮肤的这个排汗嘛 对排汗汗液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应该要多一个层次 然后呢那个是可能放E 那个是我们的皮肤器官 OK 所以跟刚才那个差不多吧 对吧 也是1234差不多四个位置啊 我看一下啊 你看啊 这里一个 这里两个 这里三个 这里四个 所以它也是四个脚嘛 对不对 你看一样了啦 OK OK 所以这种题目啊 常常出 常常出 只是样子可能 换个样子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A啊 人体进行 呼吸交换的系统 应该是C了 因为从外界这边 所以是C A呢 是的系统里面 什么器官的功能 是吸收食物中 一部分的水分 并形成分辨 如果形成分辨 应该是大肠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有吸收水分的功能 并以什么作用 排出体外 排移作用 所以这里有两个答案啊 一个是前面 什么器官 大肠 然后什么作用 排移作用 OK 两个 B系统 循环系统 确氧血 会经过哪一个途径 变成冲氧血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应该是从三号嘛 因为呼吸嘛 这边是呼吸 所以从肺那边 得到氧气 变成冲氧血 所以呢 就是从三号的 三号 然后呢 哪一个血管 运输到心脏 肺经脉咯 对 运输回心脏嘛 肺经脉 OK 所以这里又是 两个答案啊 B系统里面呢 心脏半膜 能够保证血液 指向一个方向流动 其方向应该是 经脉去心房 心房去心室 心室去动脉 这个不管左右的 都一定是这样 如果是右边的话 那他就是上下腔经脉 去右心房 右心室 再去飞动脉 如果是左边那个的话呢 就是肺经脉 去 左心房 左心室 主动脉 所以这个呢 静脉去心房 心房去心室 心室去动脉呢 这个是左右都一样的 最后呢 他就问了排泄 的途径呢 是哪一条 那我的排泄途径呢 有排汗 有呼吸 还有这个排尿的 所以是256 四算吗 四是排以 不是排泄 每次就考这个嘛 对不对 虽然很容易 但是每次都考 每次有 还是有学生错 256 256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有没有问题